嗨 你好 欢迎来看这个VCD 这个VCD解答一个跟你很有关系的问题 就是主耶稣基督是否真是独一全能的真神呢? 是否真的有天堂和地狱呢? 有些人可能说 我不信耶稣的 耶稣和什么关系呢? 大家想想 如果真是耶稣是真神的话 这样就是说 所有人无论信不信耶稣 也会有一天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接受审判 所有的罪都要全部供出来 所有真心悔改信靠耶稣 并且遵从耶稣的人 就会在天堂永远和祢一起 享受神的喜乐和爱 在我祈祷的时候 我每一次都很清晰 感受到神的喜乐进入我心里面 也感受祂的爱 将来在天堂 我们会经历到现在的喜乐和爱的亿万倍 但相反地 所有没有真心信靠耶稣 或者信了耶稣 而没有遵从祢的人 就会在流黄的火湖里面 永远接受罪的惩罚 永远在孤单 忧愁痛苦里面 永远被魔鬼折磨 我们很难想象如何是永远受惩罚 永远出不回来 你想想在地狱里面 十年 一百年 一千年 一万年 一亿年 都只是开始 分别是很大的 所以我很关心你们 很想你能够认识这个独一的真神 希望你看这个VCD的时候 你会用心去分析 去了解 是不是真的有一个独一的真神 其实我自己以前 我也是不信有一个真神的 我是读科学的 我认识耶稣只是哄人的 但后来当我听到那些证据之后 我就觉得 哇 原来真的有这么多证据 证明有神 我就用心研究 发觉那些证据是很肯定的 我就全心全意 信靠耶稣并一遵从祂 并且将自己献上 做牧师去祝福人 希望你也会用心看这个VCD 让耶稣去祝福你 圣经一个很重要的证据 就是它里面有几百个预言 关于耶稣 世界会发生的事 和世界每日的先兆 这些语言都是非常准确 详细和清楚的 而所有的语言都是预先写定 不是过后保写的 在耶稣未来之前 一早已经写了《旧约圣经》 而《旧约圣经》 已经翻译了很多种不同的语言 还有很多解释《旧约圣经》的书 还有圣殿 他们每个礼拜都读圣经 证明关于耶稣的预言 是一早已经写了 不是过后保写的 如果过后保写 根本就不是预言 但如果一早很清楚 很详细 很准确地预言将来发生的事 这个是只有神才能够做得到的 而圣经是指明耶稣基督是谁 他不是一个普通人 他是神的儿子降生做人 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 而圣经指明耶稣基督是神 所拣选的王大卫的后裔 是由大卫开始 一直继承长子权的后裔 一直到耶路撒冷毁灭之前 最后的一个就是这个救主 如果承受大卫的长子权的后裔 刚刚生到耶路撒冷毁灭之前 最后的一个是一个白痴 或者一个普通人 根本就无法应验圣经的预言 因为圣经是说到我们的救主 是充满能力 能够医治任何的疾病 并且是完全无罪的 是没有任何一个普通人 能够应验这些预言的 关于耶稣钉十字架 首先是诗篇二十二篇十六节 那里说 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 扎的意思就是刺穿 就是圣经一早说定 他的手脚被刺穿 这个预言写的时候 就是主前一千年 就是神感动大卫所写出来的 那时候根本没有钉十字架的刑罚 在全世界都有很多种刑罚 譬如中国人有很多种残忍的刑罚 其中一个残忍的刑罚就是凌池 就是将人的肉一片一片割出来 可能割一千刀二千刀 就想他不死受很多苦 但是中国人有这么多残忍的刑罚 但是他没有钉十字架的刑罚 全世界都没有的 是唯有中东的地方 有一段时间有 之前也没有 之后也没有 在圣经这个预言的时候 那时候是没有钉十字架的刑罚 但是圣经一早已经说定 耶稣基督 他的手脚是被人钉穿的 被人钉在十字架上 看得出圣经是知道将来发生的事 关于耶稣钉十字架 第二个细节 就是在诗篇二二篇十八节 他们分我的外衣 为我的女衣尖架 这里说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的衣服是会被人分掉的 这件事也是非常之不尋常的 因为在所有我们知道的民族 在公开行刑的时候 都不会将死囚的衣服脱了 因为觉得会羞辱那个人 以及羞辱所有在场的人 所以他们不会这样做 但是圣经又很清楚说明 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的衣服被人脱了 而罗马人就是这样做的 因为他们觉得这样 是羞辱那个被钉十字架的人 但是圣经将这个细节 写出来的时候 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 因为他们不只是耶稣 才把他的衣服脱了 是他们钉十字架的时候 是会将死囚的衣服脱了 这件事就看得出 这个不是人所写出来的 因为人不知道将来发生的事 这个很明显是神的启示 第三个预言 就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五节 就说到 因他受的鞭商 我们得医治 说到耶稣 他被钉十字架之前 是会被鞭打的 鞭打这件事 很多民族都会有 但是 未必会相连 有个刑法一起相连 以及钉十字架一起相连 但是圣经说明 他又被钉 又被人鞭打的 关于耶稣被钉十字架 第四个细节 就是在旦二里书第九章二十六节 那里记载 那里说到 那受高者必被剪除 一无所有 必有一黄的民来毁灭者 成和圣所 至终必如洪水冲没 必有争战一直到底 方良的事已经定了 这个经文是非常清楚 说到耶稣被钉之后 有什么发生的 受高者就是 耶稣基督 他是我们的救主 他会被人剪除 被人杀死 然后跟着 就一黄的民来毁灭 这个城和圣所 这个就是 罗马帝国的人 来毁灭耶路撒冷 和他们的圣殿 那意思是 很看重他们的首都耶路撒冷 如果但以来是凭空写 他不会写一样这样的东西出来 他也不知道 这件事会不会发生 因为 以色列人很看重耶路撒冷 如果他说 耶路撒冷会被人毁灭的时候 那些人会很憎恨他的 但他是得到 神很清楚的启示 所以他说出来 这个城 耶路撒冷 和圣所 他们所看重的圣所 都会被人毁灭 那真是 在耶稣被钉之后 同一世代 就被毁灭 并且毁灭之后 就一直打仗 到现在这个时代 世界末期的时候 都时时打仗 那些人想和平 都没办法和平 那我们看得到 就是关于耶稣钉十字架 圣经已经很清楚 讲到他被钉十字架的四个细节 第一个细节就是 他手脚被人钉穿 第二 就是他的衣服被人分了 第三 就是他被人鞭打 第四 就是他被钉之后 耶路撒冷和圣所被人毁灭 这些都是一些很详细的细节 并且是很不可能发生的事 譬如钉十字架 根本当时没有这件事 那些衣服被人脱了 也是多数民族 都不会把死囚的衣服分了 然后耶路撒冷毁灭 也是一件他们很不想发生的事 但是让我们看到圣经的预言 真是一一应验 就知道圣经是真神的说话 接着我又讲讲 圣经用了三个不同的方法 很清楚和准确地预言到耶稣来的时间 第一个方法 就是在但以利书第二章 那里讲到耶稣基督来的时间 就是在第四个帝国 就是在巴比伦的时候 这个就是第一个国 第二个国就是马代波斯 第三个帝国就是希列 第四个帝国就是罗马 就讲到在罗马的时候 神就要立一个天国地上 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他就成立这个天国 所以第一个预言就讲到 它是第四个帝国就是罗马帝国的时候 第二个预言 是在但以利书第九章 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那里讲到 由出命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耶稣基督出现的时间 是有六十九个七 成出来就是四百八十三年的 圣经很清楚讲到 耶路撒冷将会重建 因为在但以利的时候 耶路撒冷已经被人毁灭了 但是他预言到 将来出命令重建耶路撒冷的时候 开始计 直到耶稣出现的时间 是有四百八十三年的 这个预言也是非常准确地应验的 第三个预言 是我们早点也讲过的 就是当耶稣基督来了之后 被人杀死 在但以利书第九章二十六节 那里讲到 然后呢 就会有一黄的民来毁灭这个圣 这个圣和圣所 就是耶路撒冷会被毁灭 就是说耶稣来的时间 就是在耶路撒冷毁灭之前 他来的 所以圣经用三个方法预言 他的时间 第一个就是 第四个帝国 罗马帝国 第二呢 就是说 是由出命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耶稣基督出现 是有六十九个七 即是四百八十三年的 第三就是他来之后呢 耶路撒冷就会被人毁灭的 所以圣经呢 是很清楚将他来的时间限制了 那如果耶路撒冷毁 是早过他来 或者辞了他很多来的 那圣经的预言都不能够应验 而这件事是没得控制的 在但以利的时候 根本没办法知道将来发生的事 就让我们知道 这个真是神的说话来的 在圣经里面 还有很多其他非常准确和详细的预言 不过在这里呢 我说一个比较有趣的预言 就是在启示录九章十八节 那里说到呢 就是有噴出来的火和烟和硫黄 就会将人的三分之一杀死的 那硫黄普通烧的时候 是不会有那么大的杀伤力 可以将人的三分之一烧死的 但在耶稣之后一千年呢 中国人就发明了火药 后来西方就将它发展成为炸药 那杀伤力是非常之大的 但在圣经的时候是根本没有这个存在 但圣经已经说定将来 是会有些武器 炸药是含有硫黄 还有它是有火和有烟的 但这个预言最后一部分呢 就是杀死人的三分之一 是未曾应验的 那这个是圣经说到 世界末期的时候 是会有很多的战争 还有世界最后一场的大战 在那时候呢 这个预言就会应验的了 其实我们只是看圣经的预言 它们这么详细和准确 我们已经知道圣经是真神的说话 当我初信的时候 我就看到圣经的预言 我就看到它是这么真的时候呢 我已经是全心信靠耶稣的 那希望你看到神的真实性的时候 你真是接受全能的真神耶稣基督 做你的救主 跟着呢第二点呢 我是会讲到圣经的科学性的 在几千年之前 在那个时候呢 人的科学都未是很发达的 但是那时候圣经已经说定 现在的科学家所发现的一些事实 例如呢 在《约白记》二十六章七节那里说 神将大地圆拐在虚空 以及《以赛书》四十章二十二节 说到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 几千年之前的人呢 根本他们以为地就是平放在那里 他们想不到地是一个球体 圆拐在虚空的 这是近代的科学家才发现的一个事实 但是圣经在几千年之前呢 已经说定 现在科学家所发现的事情 就是说 地是一个球体 圆拐在虚空的 第二呢 在《约白记》三十八章三十五节那里 神同约白说一句说话 他说 你能发出闪电 叫他行去 使他对你说 我们在这里 人对于闪电一直都不知道是什么 直到在美国立国的时候 库兰克林呢 他做了一个实验 就是放止妖 闪电的时候 当那些电一击到那里 电线的时候 发觉呢 原来这个呢 就是我们普通的电 不过它是非常之强力的电 在以前的人 根本他们对于电 是很惧怕的 但是呢 圣经一早已经说定 神跟他说 你能不能够发出闪电 叫他去这个地方 然后告诉别人 我们在这里 就是说到 在这个近代的时候 我们已经可以控制到电 并且我们电呢 很多时候要来传递信息 譬如手机那样 他是可以传递信息 而人在手机上 最多说的话 除了嗨 你好 问候的说话之外 就是说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哪里 我们去到台人房 我们去到哪个地方 你在哪里 这件事是很幽默的 因为呢 神呢 将来的人呢 会说一句说话 就是我们在这里 这句说话呢 在这里写了出来的 就说到 人可以用电来传递信息 叫那些信息去一个地方 然后告诉别人 我们在这里 那这件事是非常奇妙 因为呢 在以前的人 几千年之前 根本不会想到 闪电可以传递信息 并且传递一句 这么特别的说话 就是我们在这里 以上所讲的两类的证据 这些证据呢 都是客观的证据来的 第一呢 就是圣经的预言 圣经呢 一早呢 很清楚 和很准确地说定 将来会发生的事情 第二呢 就是圣经的科学性 圣经一早说了一些 现在科学家所发现的事实 这些证据呢 都是一些事实 放在我们眼前 让我们知道 圣经真的是神的话语来的 那以下的证据呢 就是精密性的证据了 如果这个神是真的 我们是可以经历到祂的 这个世界上 是有两类的宗教 是可以经历到的 第一类就是 真神的宗教 就是基督教 是可以经历到神的能力的 第二类的宗教呢 就是那些接触灵界的宗教 好像文米 蝶仙 神打 他们真是接触了一种 邪恶的势力的 我首先讲一下神可以经历的证据 耶稣基督是全能的真神 有很多人奉耶稣的名祈祷的时候 真的病得医治 和邪灵赶出来 我以前以为我不会有这样的能力 但后来我发觉我为人祈祷的时候 真的有人病得医治和邪灵赶出来 神真是将这个能力赐给所有相信 和亲近神的人 还有很多人奉耶稣的名 经历到心灵的医治 和心灵的安慰 甚至可以经历神很真实的能力 我自己在1998年的时候 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能力 就是当阿根廷的报道家 安卡罗来到香港 他为很多人按手祈祷 我也都接受他按手祈祷 当他为我按手祈祷的时候 我感觉很强烈的能力 好像电流湧入我里面 而同时我感觉很强烈的爱 是同一秒钟之内发生的 是非常之强烈神的爱 我怎知道是神的爱 因为他里面是非常之圣洁光明 还有带来很大的感动 带来很强烈的爱 那我立刻呢 立刻哭出来 是我有史以来未曾试过 这么强烈的哭的 我是很感动很感动 自从那天之后 我就很多很多祈祷 我就很喜欢神 和神有很亲密的关系 而之后呢 我为很多人祈祷 和按手祈祷的时候呢 他们经历到很大的能力 有些人经历好像电流 很多人经历爱 感动 开心 甚至在电话祈祷的时候呢 也有很多人呢 经历到神的能力 和爱 和平安 让我们知道 神是很真实 但这个经历 不只是我的 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很多基督徒呢 是经历到很大的能力 你也可以经历 这个很真实的能力 让我们知道 神是全能的真神 祂是真的满有能力 祂真的可以来到你的身上 当你真心向祂祷告 祂求耶稣射灭你的罪 祂求耶稣救你 神的平安也可以来到你的身上 第四类的证据呢 就是邪灵境界的证据 有很多人接触灵界 很多人问米 玩蝶仙 神打 或者用其他方法接触灵界 就发觉真的有能力 有很多人呢 就是被这种能力吸引了 但他没有想到 这种能力带来很大的破坏 还有带来黑暗的 有很多人曾经玩蝶仙 问米 接触灵界 他就开始听到声音 那些声音全部叫他死 或者你没用 令到他低沉 不是带来喜乐和平安的 神的灵带来的果效 是平安和喜乐的 是圣结 是光明的 但是邪灵带来的力量 是黑暗的 是污蔚的 是叫人犯罪的 是叫人愤怒的 想自杀的 就被我们看得到 这些不是出于神的 邪灵是很真实的 我曾经试过很多次 和人说邪灵 我也都见过很多基徒 为人说邪灵 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 圣名的时候 真是能够将邪灵 说出来 我们看到很正常的人 很健康啊 很开心啊 或者很美丽啊 当邪灵一现出来的时候 他整个人变得丑恶 变得懼怕 会发狂的叫 失控 就看得到 他里面真是有个邪恶势力 当我和人说邪灵的时候 从来没有人说 有邪灵的时候 是开心 是快乐的 他们通常都是说很惧怕 是黑暗的 是污蔚的 是害怕的 但是当邪灵赶了出来之后 他们就变得很开心 很平安的 这些的经历 给我们知道 真是有灵界的存在 也有些人用打坐 他可以灵魂离开身体 就可以接触到灵界 但是和这些灵界接触 是非常危险的 当我们知道 有邪灵的存在的时候 也都知道 是有神的灵 因为这个世界是很美的 我们看到花草说墓 是很美的 我们看到 BB仔是很单纯 是很开心的 是当人类的罪 一直多的时候 他就变得很多烦恼 很多问题 我们看到这么多美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知道不是邪灵做出来的 我们看到人被鬼附的时候 是发狂的 是失控的 是愤怒的 他没有理由能够 做到一些很美丽的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的美丽 我们知道一定是一个神 是一个美善的神 将这个世界做出来 第五类的证据 是证明人真的有灵魂的 因为近代的科学进步 所以有很多人曾经死过 就用电阵 或者其他方法 把他救回来 当救回来的时候 有很多人就说 当他心脏停止 当他脑电波停止的时候 他居然可以见得到 周围发生的事 他说得出哪个人进来 说得出他们说什么 穿什么衣服 做了什么事情 并且他也能够说得出 当他灵魂离开建筑物的时候 他见到窗台有什么 或者天盘有什么 就证明人死了不是完 他真的有个灵魂会出来 出来的时候 看到周围的事情 就是说人死了不是如灵灭 人死了真的会去另一个地方 而有很多人就见到耶稣 他说见到耶稣的时候 是非常之平安 很开心 感受到爱 而有些人就去过地獄 他们去过地獄的时候 他说经历了一种很大的痛苦 失落 孤单 是很想很想出回来的 所以很多人在地獄回来 他就立刻信耶稣 因为他看得到 原来去到地獄是这么痛苦的 那这些经历是告诉我们 人是真的有灵魂 我们死了之后 真的去天堂 或者去地獄的 当我们看这些客观 和经历性的证据 我们真的看到有很多证据 证明真的有一位真神 也都证明人真的有灵魂 我们死了之后 不是人死如灯灭的 我们的灵魂会出来 会去到天堂 或者去到地獄的 人会很关心眼前的东西 譬如家屋漏水 他会很关心 或者老板想炒鱿鱿鱿鱿 他就很关心 但是人为什么不关心 永远住在哪里呢 只有两条路的 一条路就是 永远在天堂享受神的爱 另一条路就是 在地獄里面 永远受罪的惩罚 永远没得出来 过了一千年 一万年 一亿年 都只是开始 为什么人不关心 自己的灵魂去哪里呢 如果真的有地獄 难道就能自己明知地 进入永远的地獄里面 为什么你不想想 真的有个神 这么爱你 这么关心你 又真的帮到你的 真的有个天堂 完全没有病 没有痛苦 是很开心 和充满爱的 为什么我们不去信耶稣 跟从耶稣呢 有些人就说 跟从耶稣是很悶的 要用很多时间的 但其实 当你真心跟从耶稣 你是会经历到很真实 从天而来的平安和喜乐 是我每天都很真实地经历的 是这个世界给不到你的 这种满足 是超过你玩的满足 甚至超过你赚很多钱的满足 神真是会在每一件事上 都祝福你的 当你看完这个VCD 看到有这么多的证据 有客观的证据 和经历性的证据 让我们知道 原来真的有这么多证据 证明耶稣是真神 证明圣经是神的说话的时候 希望你会真的用心去思考 并且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 当你真心向耶稣认罪 承认你所有犯过的罪 并一信靠耶稣做救主的时候 他真的会来射灭你 其实我们人人都有罪 我们会有怒人 说谎 得罪人 伤害人的心 骗人 并且我们没有敬拜这个真神 因为他创造万物这么奇妙 让我们有生命 让我们有气息 让我们有种子 让我们有泥土 让我们有食物 是很多很多的恩典 但我们不会去感谢他 所以我们都是有罪的 但是神是圣结他 不可以来到我们那里的 他唯一的办法 就是参与他的独生儿子 耶稣基督 来到世界为我们的罪 钉在十字架上 受了罪的惩罚 那么我们每一个真心悔改 信靠耶稣做救主的人 就可以得着这个救恩 在这个时候我想邀请你 你跟着我 黑迷眼 全心全意 由心底处 向神发出这种呼求 求你赦免我 求你救我 耶稣真是入你的心 我想请你在这个时候 你黑迷眼 用心灵 向神祈祷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真的很爱我们 你很关心我们 你创造万物非常奇妙 你创造我们的生命非常奇妙 我们感谢赞美你 但我们有想过很多不好的事 想过很多污蔽的事 伤害过人 得罪的人 主耶稣我靠你赦免我们的罪 并且我们没有敬拜你 我们没有感谢你 你给那么多恩典 我们没有去亲人 求耶稣你赦免我们的罪 我多谢主耶稣 你为我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承担我所有罪的惩罚 求耶稣用你的补血洗去我的罪 洗去我的所有污蔚 我所有的不洁 求耶稣拯救我 我打开心门 求耶稣入我的心 做我救主 将永生赐给我 我知道圣经里面答应我 当我真心悔改认罪 真心信靠耶稣做我救主的时候 耶稣真的入我的心 就做我救主 我就成为你的儿女 我感谢赞美你 清重你的性命 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 阿门 当你真心地向神认罪 求耶稣赦免你 他真是入你的心 他真是赦免你的罪 拯救你的灵魂 你今天 你找个时间安静的 向耶稣承认所有你想到的罪 你也每一天 都想起你有犯过的罪 求耶稣赦免你 并且求耶稣拯救你 他真是入你的心 但圣经里说到 我们不只是信 圣经说 信心没有行为 是死的 圣经说到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到尽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子的人 才能进去 我们信耶稣之后 不要再活在罪中 如果活在罪中 神是圣结的 祂就会和我们分离的 我们一定要遵从神 跟从祂和生命的关系 希望我们回到教会 去认识祂 我也很愿意去解答 你所有信仰上的问题 当你这样一生去跟从耶稣的时候 耶稣就在你所有的事上祝福你 无论是你的学业事业 婚姻前途 所有的事上 耶稣都会祝福你 并且祝福你的内心 满有喜乐 平安 愿耶稣的恩典 临到你身上 希望有机会 见到你了 到我了